来看一下截取对质MS的第三局上半场军工场 放出了邦邦 我觉得嘛 这个邦邦宝瓶有点强的呀 我刚刚说了这个邦邦带个张狂带个挽留 然后配个闪现 宝瓶真的很强 你减速效果 你这三个人都有减速效果的 唯一个张狂对不对 耐受力拉满 你这减速就挺 挺难打的吧 就一旦形成一波击倒 邦邦死守 这一把可没有祭司给动了呀 还得两连动对不对 这一把如果跟之前那把邦邦那样 上来比较舒服的抓到一个人 我觉得这穷者走远了呀 看果然是张狂对吧 张狂玩 张狂加底牌吗 他带了一个受力本能 刀波老师点开天赋我看看 他只是点了狩猎本能 张狂还是挽留 过来找昆虫 昆虫的话这边进死角 帮帮这边排点 排得很清楚 不对不对不对 排得 现在排清楚了 现在排清楚的话 往前面包过去 昆虫这边已经往外拉了 刚好撞到 可以可以 没什么关系 找到昆虫的话 这局我觉得穷者 不太好去考虑四人开门战了 不太好考虑四人开门战了 总不可能真的军工厂炸弹厂长 这 还一个虫结束 但是因为我有三点耐受力 躲 我躲 一刀 没关系 没关系 后面如果两炸能炸上一个遥控雷 带走 还是比较舒服的 实在不行的 交个闪 把它抬了也可以 连炸有没有 躲掉吗 没有 没有的话 这边遥控雷 看 走位 走位 先丢雷 压你走位 两连雷 这边躲炸弹 遥控雷爆 风窗点 可以 整个击倒呢 不算快 但也不慢 但也不慢 球师这边的话 密码机 接近三台 傭兵来救一波人 因为这个局 球者这边一定要争三跑的 他们完成不了三跑 队友这边要 就他们保个平队 三抓压力其实还挺大的 傭兵过来 看这波怎么救 如果傭兵能卡半将人救下来 这边昆虫也来了 昆虫来推推你 傭兵先压个脚步 然后一个护臂跳过来 很舒服 一刀 人 救下来 古董商这边好像也来掩护了 古董商这边 但是因为点了 恋物屁 这个 诶 你 刚才是已经炸到这个 昆虫了吗 刚才那波是炸到昆虫了吗 还是昆虫被这波炸弹给炸到的 因为他刚才这边 眼中只有这个 古董商 练就皮不好意思说错了 练就皮 我没看清楚那波炸弹 是已经炸到了以后 他的视角才是对着古董商的吧 怎么不可能他这边 自信炸弹能爆到这个昆虫 然后再那个啥吧 就这边油菜也过来了 还想救 我觉得没必要啊 要不你们被三抓搞得戒 这怎么戒起来呢 一刀两刀 一锢两棍 这边还来 一个震射再来 我去这一棍取消了个插刀 直接一个挂飞两个倒地 哎呀你看这小伙子都笑起来了 我真的当时那波其实不能再打了 光一个古董商真打不动啊 这波解擦吗 那也真的是 又没再来捞人 这密码机远远不够 我这古董商就让你教自己都行 有耳鸣了是吧 我是防守 防守 咚咚咚 防守 咚咚咚咚 我有挽留 我先把这油菜稳稳地挂飞 真的没必要去这样子打的 虽然说这个局确实要穷者去争一个 还来 一棍两棍 只割 那来 随便先来抬一个来说 一炸 这一炸两个人都有 再来 补 你要换了一棒 全走不了 开心了 闪现一刀 好的 先挂佣兵 回头再去挂这个油菜 先挂佣兵 挂油菜 那就是往佣兵那个方向挂 但这佣兵能起 这佣兵能起 佣兵起来收两个货币 先挂佣兵会更好一点 无所谓 来来来 哎哟 好的 四抓 那四抓的话可以直接恭喜MS了 那波打架 因为穷者这边主要是什么 他们核心点就是那个 关键的打架点 古董上的状态不好 真的不太合适再去打了 我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